如果是什麽呀 我们跟榜河在一起聊天 聊聊聊的这一段 说我们呀 在做你这起案子之前 我们就商量好了 不管是结果是什麽呀 肯定会 不会让你们活儿出去 在我当时也的确想的就是 这人从睁眼到闭眼 这是自然的事 这一份评判死刑 我觉得气氛太闷了 没有什麽意思 心情非常不好 过了可能有两三分钟吧 吴大哥就捏着我的手说 小兄弟别害怕 这小兄弟 没关系 有大哥哥在这陪着你 不管怎麽着 还有大哥哥陪着你 不管是结果 他那意思我听得出来 不管怎麽着 黄田路上还有你大哥做伴呢 因为太闷了 那多比一场 黄田路上还有你 我想跟你们唱首歌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 一个手很男人的歌 是一个笑对人生的一个歌 他唱的时候声音比较低 比较沉 但是非常好听 好像是真正歌 在我 coach stepnels 里边从小难封 ビ满 哲泱 不过 嗯 嗯 等会 啊 焉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 眼泪已涌在笑容你 寂寞是欢乐送到你眼前 多么是孤独留给自己 是多少磨炼和多少年累 才能够站在这里 失败的痛苦 成功的孤立 有谁知道 这是多少水月的泪迹 小丑 小丑 是她的心霜 化作喜悦 成现给你 Zither Harp 是多少梦念和多少眼泪 才能够站在这里 失败的痛苦 成功的鼓励 有谁知道 这是多少岁月的泪迹 小丑 小丑 是她的心酸 化作喜悦 呈现给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